Yo我是波子 已經繼續我們的Monster Hunter Now 今天又來到旺角了 始終旺角都是最多人一起套龍的地方 現在剛剛是新年 先說一句新年快樂 沒錯很多人已經留言說 就是黑角龍芳堤 他終於出回了 而且機率超高 就好像之前這個英火龍一樣 通街都有 甚至簡直是可以變公廁 公廁都沒有那麼多 最近都想分享我已經合作破壞王5的套裝 以及連擊5的套裝 究竟破壞王5逐個部位擊破 究竟可以打到最高多少個素材 現在試試單打可以逼到多少 來吧一開球 瞄頭打 保持著瞄頭 不要停 保持著瞄頭 就算他想走我也保持著瞄頭 看到嗎看到嗎 我基本上不用射他 他想向前衝 我不怕他 真正的鬥牛勇士就是這樣 我不怕他 你看看 保持著駕駛 想向前衝你問我嗎 然後我應該把他的背 行不行 不用按錯SBörse 嬌了它 不用按錯 我看我瞄著頭 完全沒有想要回避 他好像玩脫衣機一樣 給我瘋狂脫衣服的黑角龍 這時候順便可以升一下我的黑角龍功 之前我加了在G5很久 升 G6啊G6 聽到嗎是黑角龍功的聲音 開始有時候會用一些角龍的素材 嘩我都升到G64 我沒有龍骨 平時瘋狂扔的那些想不到現在要用 自從出了雷狼龍的裝備之後 連擊5就上線了 你看到我已經合了 雷狼龍頭和G6 貼火龍手貼火龍腰和雷狼龍腳 你看旁邊有一隻骨髓龍 其實一開鬼人都殺了已經出到連擊了 連擊最高好像是加30傷害 你保持著每4秒內有攻擊 連擊就不會斷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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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街預貨幼 剛好我已經出了招必殺技 不過我覺得玩雙刀 都是很容易會吃藥水 都是藥水消費器 你只要用雙刀開鬼人斬 被敵人挖一挖又扣一堆血 所以現在轉黑角龍 黑角龍的連擊 最高可以加30%攻擊力 只要4秒內再攻擊就不會斷 我剛剛打一下去到旺角西洋賽街 我已經打爆機了 又要再打一次火龍八星 究竟我應該上去五周目打九星魔物好 還是打八星拆龍肉好呢 冷靜無聊試一試 火龍八星火龍八星 我不是想打你 我只是想試試黑角龍 配連擊 輸出也不差 好強喔 輸出 哇 算了 我沒事了 剛剛那一刻 躺不開 不幫我試了 假裝吧 拜拜 休息十八分鐘 現在吃點東西再在旺角 我們要走去太子水渠道 來通水渠 究竟是集中5最好還是連擊5最好 射多幾乎會高傷害 靠連擊會高傷害 現在我試試一下 左邊是集中5加連擊2 右邊是連擊5加集中1 你發現一開始連擊5的傷害值比較高 因為它的傷害加了30% 但到了後期開始 集中5的優勢就回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集中5的彈性比較好 拉弓比較快 閃避比較容易 當然有些反應比較迅速的魔物 用集中5是沒那麼容易斷開連擊的效果 加連擊4秒內不攻擊就會斷 而致命技術不夠高 也駕馭不到集中1的拉弓措氣速度 你幾下我還沒拉滿就發戰 導致輸出完全浪費了 所以最簡單的結論就是 如果追求輸出最高就是集中5的套裝 相反想輕鬆一點手感好一點 沒那麼容易吃血劑打低的話 就用集中5加2連擊 比我選一定是高集中 省藥水吧 但如果想玩雙刀的話 連擊套裝就不用另外再合過 走到差不多又看到五條黑角落 它簡直好像鼻屎貼在螢幕上 看我之前用破壞王5去打雷狼龍 最多我試過去駕駛三個部位 但用黑角龍弓就沒試過了 我決定要配黑角龍弓的炮丁蛇龍裝 高破壞王同時有集中 我這樣配角龍頭 跟著這個猛牛龍的甲 角龍手角龍腰 然後泥魚腳 只是要二集中 其實二集中都很舒服的 試一試它 看看最多可以駕駛到多少雷狼龍 不是的好像難駕駛駛 都行都行一隻角一隻角 背部駕駛了 嘩等等 很久沒見過雷狼龍出這招電球 很久沒見過 之前都是在Monster Hunter 等等 是時候射手 一下斷手可不可以 哎呀差點 如果剛剛那一下斷手的話 這樣就駕駛四個位了 好誇張 和黑角龍弓可以這樣玩 OK 現在到了黃大仙 打了三天我發現 打黑角龍有個秘訣 就是如果你想打RAR5的素材 要斷尾 但如果你要斷尾 一定要考技巧 就是你那招ST技能 龍戰一定要射中條尾才會斷尾 否則一定要用近戰斬擊才可以斷尾 要斷尾 哎呀 嘩頂鬼殺了他 還壞了 要自己打才行 不要緊 雖然這招和我們打斷尾 但我已經錄了幾招 是很成功的 用了SP龍戰 黑角龍弓尾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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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就試一下這個極限 誰知科威和5的套裝真的可以 全部被迫 又雷個角 背部 再加上尾 是真的 剛剛去到王國 打第一條六星黑角龍 而剛剛我是用刀的 我今次不用黑角龍弓 我是用冰片手 直接不斷咪尾 打六星黑角龍 斬斷尾為止 然後再爆兩隻角 一開波我先斷尾 所以第一個破壞報酬 應該是尾跌出來的 而那樣東西就是RAR5 第二至三次我也是斷角去圓場 所以就發現如果你只是打角 極其量都是出RAR1 我已經第二波是這樣的 雖然不是100% 但如果斷尾的話 是高機會出RAR5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你真的很想打黑角龍的RAR5 素材升到G10武器 先斷尾吧 沒想太多東西了 先斷尾吧 不然就算跌成一堆RAR1 素材都是垃圾 我想大家都用不著 這場只是BREAK角 看看只是BREAK角這場都是六星 看看會不會出RAR5 沒有啊 只要我沒有BREAK尾 都是不見到RAR5的蹤影 你看看沒有斷尾又不出RAR5 這個也是沒有斷尾 也是斷不到尾 都是出垃圾 我看到最近公告更新了 準備要出蒼火龍 類似是鷹火龍的BREAK 15號開始就有蒼火龍可以打 但那時還未是高機會率 然後蒼火龍的武器會有什麼屬性呢 我自己想想 它應該會合同鷹火龍一起出雙刀 大家試想一下 為什麼讀雙刀還未出 當然之前見過鷹火龍的弓是龍屬性 所以我相信它會出除了弓以外的龍屬性武器 就是專門給蒼火龍的 防具我推斷應該會出龍攻擊屬性的防具 因為鷹火龍未滿五格 所以總結就是蒼火龍的裝備 如果你是玩龍攻擊屬性的話 建議大家到時候就要打多一點 暫時今天打到這裡 黑角龍活動我只打了三天 其實我已經升上G8了 你看我現在G7G73 但其實我是夠素材的 我差什麼呢 我差點尖爪 客藝很多31個 HELLO 兔龍 看到前面有一個 觀眾還插著鳥袋 HELLO 看到有一位駕駛的女波遊 突然在駕駛位置 HELLO波子 HELLO 先回頭 G75升上G8更簡單 就是五個RAR5的素材 武器精煉素材和龍蠱四個 所以嚴格來說我已經升到G8了 只是普通的素材 最記得按讚和訂閱 歡迎留言說一下 要對下一次更新蒼火龍 究竟它的裝備會是畢業技能呢 應不應該合 應不應該打回來呢 歡迎大家留下你的邀請碼 大家互刷藥水 不需要課金 下集再見 拜拜